如果载具有技能会怎样 现在游戏里的载具只能加速 没有其他的技能 如果现在载具有技能会发生什么呢 一载具会更受欢迎 载具的主要作用是高速度转移 目前只有这一个作用都很多人用了 如果再给载具加上技能 比如防护罩 发射导弹 闪现 冲锋喷火等等 不管是什么技能都会更加受欢迎的 都会让载具比以前更使用更强 二两期装甲车必得到大加强 这么一改的话 两期装甲车的技能肯定不同于普通的载具 因为只有两期装甲车是全身防弹的 到时候说不定还原现实的两期装甲车 给它加上导弹和机枪 车里的乘客都可以操控射击 其实就应该这么改 毕竟两期装甲车现在太废了 基本没人召唤 三武装直升机无敌了 武装直升机是火力对决的专属载具 在现在的火力对决已经是看到避开的了 因为有导弹和机枪 再加上技能的话那就更强了 比如增加防护罩 免疫几次火箭筒的伤害 肯定又上了一个台阶 直接就无敌了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 好了 我们下期见